军人一直都是非常神圣的人,但是在《寨狼2》的开头,吴丁作为一名军人,打了拆迁队的给包工头,当时让大家看得非常紧气,因为这个包工头太欺负人了,但这只是电影。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,也有过这样的事情,而且还发生在一个女明星的身上,这个女星叫唐笑,是超级女生杭州地区的亚军,当时在要进行决赛的时候,都是在长沙的湖南广电录制。 当时唐笑在地区的时候,已经很火了,而且有了一点名气,他本身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明星了。 当时在进入广电大楼的时候,他因为没有爱教规章制度,就和守能额武警发生了冲突,当时吵得非常凶,而且他还骂了武警。 后来就有点阴场的意思了,当时这个武警就用身体去阻拦,可这个时候,唐笑竟然照着武警的裆部,蒙进了一脚,这一下就把武警踢火了,直接就给唐笑两个耳光。 这两个耳光唐笑不但没有消停,他们吵得更加凶了,还打电话到这个武警,后来武警受到了处犯,而唐笑都也因为耍大牌的事情,没有进入到湖南广电的大门。 就这样葬送了自己的事业,当时网友在网上疯狂的骂他,但是他还有一个明星梦,后来改了名字,改叫唐子晴了,当时还把行了专辑,但是改了名本司还是认识他,在网上还是一顿谩骂,最后他还是被封杀了,就这样消失了,再也没有了消息,但多年之后传出他结婚的消息,丈夫是一位富豪叫王磊, 两人在北京结婚,两人结婚的时候,也没有得到大家的祝福,他也过上了豪南阔泰的生活,后来还偷腹产生了一个男孩,如今他走到哪里,和武警的事情,还是会被提起,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黑点。